读书会啊 我们在台大的校园社团啊 他本来就是我们参与的一份子 所以呢 现在整个案子 把他导向变成说是周洪旭 来监督我们 管理我们 指挥我们 我觉得非常荒谬 他明明是我们新党年轻人 讲白话叫做 我新党吸收他才对 是我新党的年轻人 办活动吸收了他 怎么变成他吸收 我们去参加什么共谍组织呢 所以还是一句话 你指控我是搞什么秘密谍报 什么渗透这个军人 或者说什么有分级奖金 要去犒赏一些什么特殊的 这个县民 那你就应该证明这些 你证明有哪一个县民 然后帮我去刺探什么机密 做了什么危害不安的行动 那你不是来搞思想审查 而且这些思想都是 我平常也这么讲 一点秘密都没有 那在我们的看法 也觉得说 这些影片又不是 搞什么犯法的事 就是从头到尾 我们就认为 我们在分析习近平的讲话 或者是我们在分析 台湾民政府的诈欺叛乱行为 是很正当的事 我们从来就没有觉得 这有什么违法 甚至我们还觉得 我们这个是在维护 本来中华民国宪法就要求的 这个领土主权的完整 我们希望两岸和平 大陆反台独 我也反台独 我们大家都不要台独 我们是要和平的发展 和平统一 哪一天这个交流 到一定程度可以统一 就是我们一直理念就如此 不然新党到底跟国民党 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读书会当然也是 讨论这些事情就当下的实事 议题讨论 就是检察官他一直强调说 他是为了维护这个周宏旭当事人的权利 所以他要出证 必须要让大家了解光点内容是什么 但是我认为你硬要去讲说 你没有任何操作的考量 是自欺欺人 我反而认为说 你检察官也不必讲说 你不论告 你不评论 就请你解释 你认为这份光碟或影像内容 你要证明什么代证事实 请你检察官说明啊 因为你起诉我的这个罪状 你是说我们成立了什么秘密的谍报组织 在刺探军情 或者有什么分级奖金嘛 那请问这个光碟内容 说我们读书会 我们在讨论当时候的实证话题 请问和所谓的秘密谍报有什么关系啊 像我的发言 我当时候在讨论习近平 他为什么在反对台独 过去大陆的领导人说反台独 为什么他最近开始说的是 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 所以我在讨论的是说 他现在特别强调的任何形式四个字 这个有什么意义 连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 都是反对搞台独分裂啊 难道不能反对台湾民政府吗 所以如果说检察官拿这样的一个光碟 这样的一个影像内容 他要去影射 说好像这样就合余 他要指控我们的所谓 这个就是有危害不安之余 那请问我们的国家安全认为说 台独是对的 然后统一不对 那宪法干嘛协定 国家统一前的需要呢 那我觉得大家直来直往嘛 你干嘛在我的庭上 你不去把这个影像内容拿出来 然后呢 今天故意在单独审判周洪旭的时候 然后把它丢出来 来制造一种好像爆了什么 特别的料的效果 而且他故意讲说 这个是所谓会议记录 这也不是什么会议啊 这不是什么谍报会议啊 这是我们新党的读书会啊 地点就在我们新党的办公室 请问这有什么秘密可言 后过 我们认为跟大陆人一起讨论 时事话题又怎么样呢 为什么不可以跟大陆学生交流呢 我们在我们的理念 我们认为说两岸都是中华儿女啊 本来我们就是希望中华儿女 大家一起来讨论两岸的事物啊 这从来就是我们的理念 我受访 我公开演讲 讲的都是同样的内容 一点秘密都没有 比较好 我们的队子好 我们的队子好 我们一大队是怎么办的 比较好